诶 这小东西 完了 掉下去了 刚刚太快了 是啥东西啊 我也没看清楚呀 咱们回放一下 这好像是某种橡皮肉呀 但是这个橡皮肉我没见过呀 这全都掉下去了 在那儿 诶 那儿还有一盒大的 不会也是橡皮肉吧 我在前面发现的一些竹竿 找一根比较长的 用这个竹竿去把那些给弄下去吧 看一下够不够长 哎呀 没问题呀 先把这三盒 弄下去 轻轻松松啊 还有一盒 这边还有盒大的 好了 咱们先来上去展吧 在这边 我看看这是什么橡皮肉 王者荣耀的 荣耀之争系列迷你橡皮肉 不是吧 王者荣耀出迷你橡皮肉了 这还是王者荣耀正满授权的呀 想必我的粉丝里面应该有很多人在玩王者荣耀吧 再玩王者荣耀的 别忘了把你们的点在给我点上 那我现在把这些捡回家去拆掉吧 这里还有一本图件 全部捡回去 评论区还能这样玩 根本停不下来呀 看到很多人在评论区说好久都没有刷到我了 那也可能是因为你们没有给我视频点赞的吧 所以才刷不到我了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王者荣耀的迷你橡皮肉给拆掉吧 这里面的细有款 它是叫琳朗款幻彩和琳朗款无侠 琳朗款幻彩呢是李白李源芳 无侠呢有上官丸武则天和敌人节 那最秀的应该是琳朗款的幻彩款呢 这里面还有点金款和纯朴款 纯朴款做的是不透明的 那点金款呢是半透明状的 我们直接开赛 第一个 你们看它是不透明的 那就是纯朴款了 这个是谁呢 让我来猜一下 呃 牛蒙哥呢也不找完王者荣耀呀 我不知道这个是谁 鸡小满 这个好像是前不久出的新英雄吧 继续 看看有没有猜到我认识的 先不看那张卡牌 我来猜这个角色 看看这一个 手里面拿了一个长枪吧 这个是赵云吧 我们看看卡牌 云印 哎呀 我不找完王者 你们可别笑话我又猜错了 哦 那这个呢 是点金款 咱们继续 看看我今天能不能猜对一个 哦 这个里面有配件 组装好以后呢 是这个样子的 他这个圆弧形状的一个配件 加上这个法式 这个是哪一个角色呢 哎呀我猜不到呀 看看卡牌 原来是敌人节 是一个铃铛款的无瑕 咱们继续 看看这一个 是纯朴款 这个我应该能猜到 这个拿到一把大刀 理性 对不对 我们看看卡牌 猜对了 继续 看看这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纯朴款 哦 这一个带着个面具 那这是以前玩 王子农亚很喜欢的一个英雄啊 蓝灵王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 蓝灵王猜对了 继续继续 看看 这一个 是一个点金款 点金款呢 它就是 半透明的 哦 这个是 哪吒 不对 盘古 我们来看看是谁 司空阵 哎呀 猜错了 咱们继续 这个也是纯朴款 那相信 玩王者荣耀的 肯定要笑话我了 连这个角色都不认识 我玩王者荣耀玩的 比较少 这一个 是 唐僧 啊不对 好像他叫金蝉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金蝉 对的 我还是认识几个的 我不是全都不认识 好吧 这一盒 也是一个 纯朴款 看看是谁呢 哦 还没拆开就已经看到了 有两个 呃 飘带呀 我记得这个英雄 应该是我小子 非常喜欢玩的 他是个中路法师 对吗 貂蚕 是不是 没错 貂蚕 继续 看看这一个 是一个点金款 看看是谁 手里面拿到一个什么法器 这一个是谁呢 鱼鸡吗 我乱说的 明是瘾 原来是小明啊 哎呀呀 惭愧惭愧 看看这一盒 这一个应该也是点金款 和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上面有这个金沙的效果 这个也是明是瘾 还有两小盒 看看这个 是一个纯朴款 哦 拿着一个扇子 公孙黎 是的 公孙黎 这个角色我很少玩 但是我还是认识的 还有最后一小盒 依旧也是一个纯朴款 看看是谁吧 我能不能猜对呢 这一个也是一个刺客 呃 其实以前我除了玩蓝泥王以外呢 也玩他 阿克 他也是一个打野 阿克 今天猜到一盒卡油出的 王者荣耀小明人偶 从错误方面来说呢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每个小明人偶呢 都是可以独立站立的 那今天猜到最秀的呢 就是这个铃铛款的无瑕 敌人节啦 无瑕款并不是这里面最好看的 这里面最好看的 是铃铛款的幻彩 李白和李源芳今天没猜出来 我下次一定要把这两个猜出来 最后再玩王者荣耀的小伴 别忘了把你们的点在脸上